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廖老师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去年12月份建了一个黄金群 带大家是一路看多做多黄金 就给大家看到了 黄金是一路飙涨到了1960 在群里面听了我的分析和预计朋友 那么这一波赚大了 所以很多朋友留言 请求我再开一期类似这样的群 经不住大家的热情 这个月我建了一个叫高胜率机会分享群 在这个群里我只会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每天两场的实时的实盘直播 通过直播的方式分享各个品种高胜率的交易机会预期 第二直播帮助大家梳理各个品种的短线中线技术面 第三整个二月份每天的行情机会梳理和交易机会提醒 直播当中会有出版带单的 这一次机会可以说非常难得 上一次错过黄金群那波机会的朋友 那这一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想进群交流的朋友 可以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群 或者关注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 然后留言机会分享群进群 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早盘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6日周四 好时间很快 又来到一周的这个尾声阶段了 OK 昨天的这个行情的话呢 应该说不算特别大 但是呢波动还是可以的 还是OK的 尤其是这个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数据 虽然影响不大 但是呢也算是推动了一波这个行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这几个品种的一个情况 首先欧元 昨天呢我们是画了这样的一个通道 那么在通道的下沿的位置 是我们计划要去接多的这么一个位置 是吧 但是呢是差一点没有到 差一点没有到 这个位置就起来了 好那么这个是欧元 那么方向的话还是给到了 然后英镑 英镑的话呢 这个昨天的这个走势呢 应该说 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昨天呢我们给出的是在这个位置去接多 对吧 接多 好 那么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英国出了一个本国的一个数据 是利空英镑 然后呢 这一波下来以后 大家看 英镑 这一波打下来以后 这里有一个往下一次 是吧 非常接近 一度非常接近 但是还是差一点点 然后起来 对吧 好 起来以后 啪 破了 打下 这个位置 待会我们讲英镑的时候来讲一下 那最终的话 其实这个位置呢 是怎么说呢 不完全吧 不完全没有这个按照我们的预期去走出来 有一点点的这个利润吧 可以这么讲吧 好 然后黄金 黄金哈 这个昨天的话呢 我们给出的是在通道的这个下沿的位置去 有一个短多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短多的机会呢 是在这里哈 昨天的这个黄金的这个整个的下跌的这个走势 还是有一点超出意料 这个位置哈 稍微也是一点点 一丢丢的弹了一下 然后就啪 往下有一个加速 一个加速 然后我们看一下哈 原油 原油呢 我们昨天来看一下 给出的是这个位置的一个什么破位 对吧 原油我们昨天委屈的是这个位置的破位 哈 那呃 本来的预期是说能够在这里再走几根K 啊 走几根K 然后呢 可能等到中午啊 一点多 两点钟左右的时候破位 啊 结果哈 我们刚刚录完早盘没多久 刷 下来了 对吧 啊 这个非常快哈 破的非常快 啊 那应该说呢哈 昨天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呃 早盘可以算是 原油哈 应该说是最完美的 能够给我们兑现了哈 这样的一个利润 好 好 来哈 我们看一下哈 今天这个行情应该怎么做 哈 首先是欧元哈 好 欧元的话哈 今天的话 你看哈 首先哈 它整个的一个结构 什么 依然是处在这个大的通道里面 对不对 这个没变啊 大的框架没变 OK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局部哈 就看什么 就看这一块 大框架不变 我们就看局部 对吧 那局部的话 OK 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做呢 大家看 啊 局部这个位置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是吧 啊 那你看 昨天这个 不对哈 从前天哈 高点下来 啊 到昨天 这个位置 没有能够去创新低 对不对 没有创新低 没有去打到这个通道的下沿 对吧 那凭这一点 啊 没有创新低 然后反弹的话 是吧 那这一点就要引起我们足够的一个重视啊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就此哈 他就要呃 破通道要上去 或者说是这个呃 打破这个呃 震荡的啊 偏震荡的这么一个结构 对吧 啊 还不能以此推进出这个结论啊 但是我们要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 对吧 至少说明什么 至少说明这个下跌的力度啊 已经开始解误了 对吧 啊 所以啊 我们今天的话呢 这个整体的一个操作啊 偏震荡 注意哈 今天我们这个操作啊 偏震荡 啥意思呢 就如果说啊 如果说今天这个欧元啊 还是继续把它走的话 那第一个 我们继续保持通道下沿潜在的一个 街多的一个位置啊 就这个通道的下沿 我们继续保持街多的一个思路 OK 就反正如果你来了 这个位置是可以多的 没有问题 OK的啊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来 对吧 那偏震荡 那有多就必定有空 是吧 那偏震荡的一个操作就是下方的多 以及什么 上方这个位置的空 我们画一下啊 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啊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一个小区间吧 啊 那这个位置啊 就是一个潜在的空点 大家看了没有啊 是吧啊 大家看哈 在CPI公布的当天的这个晚上 价格哈 在这里哈 扫得很大 是吧 啊 但是最终哈 这个收线的时候啊 就下引线都很长啊 收线都是在这个位置的上方啊 然后后面真正的大音打下来以后啊 往上反弹 哎 测试这个压力 不过 再来一次 不过啪 下来了 是吧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今天的一个空啊 就哈 这就是我说的哈 就是今天哈 我们思路偏震荡啊 偏震荡 那就有多也有空啊 OK 多 空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吧朋友们 OK 好 40 60 相对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先给到空的可能性更大 好 然后音吧 好 英镑呢 其实就简单了哈 英镑 对吧 来看一下哈 昨天这个位置 来看 好 我们画这个位置 对吧 昨天我们画的这个位置 破位 那破位 那破位 干嘛 反压制 对不对 大家要有 还是那句话哈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敏感度哈 听到破位这个词 你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反压制 听到破位 第一时间想到的反压制 所以哈 今天这个英镑哈 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哈 就是 这个 破位 然后 反压制 这个位置的空哈 大家看看哈 这个距离 不远的哈 看到没有哈 其实很近哈 就基本上 再往上 咱们往大了算哈 也就30个点 对吧 往大了算 30个点哈 这个位置 破位的空 反压制 空哈 呃 但是哈 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 昨天哈 这个位置 就这里哈 对吧 这个地方哈 对于可能很多朋友来讲哈 呃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去很好的识别 这个动能的话 对吧 很有可能哈 就会有朋友说 诶 这个地方再回来的时候 就 又去搞这个多哈 但是按照我们动能来讲 这个地方能搞多吗 肯定就不可以搞多了 对不对 至少是你不能左侧 是吧 至少你是不能左侧的 对不对 大家看哈 我刚刚在去讲这个回顾英镑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哈 昨天这个价格是在非常靠近这个下方驱车线的位置 然后上去了 对不对 哈 那么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哈 当我们再去做拐点的时候 哈 做拐点策略的时候 如果说价格在非常靠近这个拐点的位置 哈 哈 在非常靠近拐点的位置 他就发生了一个拐头 对吧 哈 比方说哈 哈 这个压力位是10 好 哈 哈 对吧 哈 这个 我一直跟他讲过多哈 至少也是个二次回测吧 对不对哈 至少是个二次回测哈 只要有二次回测 那就一定要看什么信号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哈 我说至少是不能左侧 他再来到这个时 那你再要进 那就一定有信号才能进 如果没有信号 你是不能进去的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靠得很近 反弹 再回来 你看 有信号没有 没有 啊 长音打下来之后 啊 你看 有没有信号多啊 没有信号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可以的 对吧 哈 那以后一定要注意哈 拐点策略哈 好 但凡是拐点策略 二次回测 一定要等信号 好 好 这个是我们稍微拓展了一下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 黄金 黄金的话呢 今天我们稍微费一点时间哈 放后面吧 先讲油 油油油比较简单哈 好 来看一下哈 今天的这个原油 来泡泡满 今天的这个原油的操作啊 首先哈 首先哈 我们来看一下哈 大家看哈 今天这个原油的操作啊 我们先看昨天吧 昨天这一波破位下来以后哈 反抽再来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撑住了 对吧 就这个位置吧 大致就这个位置吧 撑住了 然后起来了 对不对 好 起来以后 回调 横一下 上来啊 那现在哈 对于这个原油来讲 大家注意哈 大周期的话呢 我曾经哈 前几天跟大家讲过哈 是一个周线的一个收敛 对吧 啊 那现在哈 小周期其实是慢慢在走什么 啊 在走一个 呃 相对哈 大的方向不是那么明朗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对吧 大家看 那原油是又涨又跌又涨又跌 对不对 哈 所以哈 现在的话呢 对于原油来讲哈 短线 呃 你要是位置进得够好的话 其实多空都是有机会的 啊 你的位置啊 进得足够好 其实你多空啊 都是有机会的 啊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油哈 今天呢 我们原油的操作来是这么个逻辑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低点做一个连接啊 我们来画个东西啊 OK 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OK 没问题啊 好 大家看 在这里呢 我画了通道哈 那这个通道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 注意哈 这个通道是先连接这两个点啊 作为主线 然后高点在这里拿过来啊 给大家看现在这个位置 对吧 好 好 所以哈 对于现在这个原油来讲的话呢 哈 他现在就在基本上在这个通道的上沿的位置 所以呢 又来了啊 激进与稳健 啊 选择激进的 你怕错过这个机会的 那 现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接近了 啊 你选择激进啊 你怕错过的话 你就可以进了 啊 那如果说你想等一等啊 等稳健的一个思路 没问题 你可以等什么 下午 也就是 欧盘时间段 啊 再来一个回测 对吧 二次回测 然后信号出现 刷 啊 OK 那你再进 没问题啊 所以哈 今天这个原油啊 激进的啊 接近 就是你怕错过啊 然后呢 稳健的 等信号 对吧 欧盘二次回测 是吧 好 这是我们今天原油的思路啊 相对比较简单 啊 原油的一个短线的思路 啊 好 然后呢 来我们讲一下黄金哈 黄金的话呢 今天哈 我们会稍微费一点点时间啊 大家如果有这个耐心的话 我是建议你们耐心的看完哈 好 来哈 随着昨天哈 黄金的进一步的下跌的话哈 那么在这里的话哈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啊 从今天哈 我们这一场这个早盘开始呢 我会慢慢的 跟大家去讲哈 黄金又要开始重视多头的思路了啊 过去哈 这从这个位置高位下跌开始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哈 高位下跌开始哈 大概跟大家讲了有两周多吧 两周多的一个啊 主空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就是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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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对吧啊 但是我也一再强调哈 现在的空 这个是短空 呃 然后这个呃 长多的啊 短空长多 对吧啊 呃 如果说大家 还记得哈 就是前一段哈 这个黄金在涨的这一段行期当中 啊 就在这一段上涨的行期当中啊 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啊 我基本上是天天跟大家讲回调多回调多回调多的 对不对啊 基本上是没有讲过啊 哪个位置可以去空的 没有啊 对吧啊 所以这个地方下来这个地方也是啊 这两周多以来一直空空空是吧 但从今天开始啊 情况发生了变化 今天开始啊 要跟大家讲一讲多头思路了 好吧啊 好 那么这个多头思路怎么来呢 来 首先啊 我们把这个日线打开来啊 OK 这个呢 是我们黄金这一段的日线 对吧 好 从那开始啊 对不对啊 这一大段的这个上行啊 好 那么这一大段的这个上行的话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大涨的一个飞波 OK 大家看啊 现在黄金这一波的回调到哪里了 啊 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到哪里 38.2了啊 就这一大段上行的38.2的位置 对不对 基本上是快到了 是吧 啊 好 这是回调的38.2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38.2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往前看一看 对吧 啊 是否啊 能够啊 能够找到一些共振的一些要素啊 那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啊 对吧 你只要往前倒 哎 看到没有啊 前面第一个有了 这是之前日线回彩 然后直接被日线吞没的一个 都是 看到没有 是吧 啊 大阴回彩 然后日线吞没 对不对 这个位置啊 又是一个新的起场点 对不对 这个位置 啊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前倒 来 我们再往前倒 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大致呢 是前面这一个大的这个调整结构的一个什么中间的位置 对不对 啊 中间位置 没问题吧 中间位置啊 你再往前倒 啊 这又是一个高点的反压制的位置 反正的一个位置 对吧 啊 那么总之哈 在这个哈 飞波的三十八点二支 呃 这个位置啊 除了他本身啊 作为飞波三十八点二的关键的一个啊 呃 回调支撑的位置以外啊 往前倒 是有什么支撑 能够跟他进行什么 呼应的 能够共振的 对不对 啊 两者啊 能够对调的差 啊 所以这个位置 怎么样 必然就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 啊 必然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啊 所以哈 大家心中一定要有数 啊 心中要有数 啊 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 啊 我们要关注黄金可能的新一波多头的一个什么 开始了 对吧 啊 啊 这是一段哈 日线的上涨 对吧 然后回调三十八点二 上去 对不对 啊 可能哈 可能的潜在的一个新的多头的一个上涨 啊 好 OK 啊 那么这个思路哈 哈 就是这个潜在的多头的可能 大家先心中有数啊 因为具体的话啊 啊 怎么去做啊 不用着急 还有时间啊 还有时间 对吧 啊 我们并不会去期待说这个黄金其实就V反了 对不对 在这里 今天就V了 啊 是吧 他需要时间去消化一下之前的什么空头的动能 对吧 啊 用时间啊 去做一个局部的一个小底 然后才 拉起来 对吧 所以不用着急 啊 今天我只是在这个思路上给大家去讲啊 要开始注意多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 当然哈 呃 大家看啊 因为这个呢 黄金哈 日线嘛 对吧 这是整个日线的一个行情 所以呢 他必然会有容错率啊 就是说 呃 38.2 对吧 在这个地方啊 你很难说这个行情正正好给你打到这个位置 还有起来 对吧 所以他必然上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容错的空间 啊 所以我才说啊 需要等待 需要等待 啊 不用那么着急 好吧 好 那么这个黄金哈 是用了一点时间 跟大家去 这个开始铺啊 潜在的新多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我自己呢 肯定是准备好了啊 去迎接新的这一波多头的行情啊 那么就看 那他能不能够走出来啊 等他啊 住个小底以后啊 就是我们新多头开始了啊 好 那么日内短线大家注意哈 来 现在呢 我们回归日内短线哈 日内短线 今天啊 怎么做 那我们还是会可以去空啊 逢高空 依然有机会 而且不小啊 逢高空 依然有机会 而且不小啊 来我们看怎么逢高空啊 首先呢 我们画两根线 再看哈 第一根线 那是这一根 这根线啊 那么这一根线是比较大的这根线啊 好吧 好 然后我们再画一根啊 稍微小一点的 OK 第二根啊 就这一根啊 这两根线大家看到没有哈 这两根线哈 一大一小啊 小的是这里 小的话哈 这个距离就比较近了哈 而远的哈 大的那一根距离就比较远 是吧 好 OK 大家看哈 其实已经比较近了哈 好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就要关注这一根线的一个情况 哈 这一根线的一个情况 的一个压制的一个情况 对吧 哈 那大家看哈 这一根线的一个压制的位置 如果我们用水平线给它标记出来的话呢 它是有可能和这样的一个位置重合的哈 大家看到没有 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吧 啊 或者应该在这个位置 行吧 大差不差 好 大看 啊 你看 这一根线的这个位置 和我画的这一根水平横线 对吧 那你看 我把这个地方标记出来 我相信大家懂我要说什么了吧 啊 我不说 懂不 对吧 反压制 是吧 啊 懂不 反压制 对吧 所以 这一根线是今天啊 首要观察的压力线 啊 那这个位置呢 我个人认为哈 至少在美盘前 啊 美盘前突破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啊 所以呢 日内啊 白天啊 我觉得是可以依托这个位置 去做个空的 啊 那 如果说这个位置过不去 啊 那可能黄金还要是回侧 下方这个位置 下方这个位置 下方这个位置啊 同理哈 如果说白天到了以后啊 他可能压制的不深啊 或者说这个呃 在这里横着不怎么下来啊 他就有可能要往上去寻找这个位置了 啊 就这个位置啊 那这个位置的话 相对就比较远了哈 呃 不一定今天能够给到啊 但如果到了的话 这个位置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空的机会的啊 好吧 这是大家注意哈 所以哈 今天呢 我们日内还是这个以空为主啊 短线操作是以空为主啊 但是我们现在心里要知道了哈 潜在的黄金多头啊 正在逐步的酝酿当中啊 不要再去盲目的大空了 好吧 啊 短线做一做 OK的 没问题啊 但是不要在这个位置说啊 我继续盲目的看空黄金到 1700 1600 不要 好吧 啊 OK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哈 呃 黄金哈 是讲的时间比较多啊 主要还是跟大家去铺垫一下哈 潜在的未来多头这个行情哈 好 那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的这个解盘内容哈 呃 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哈 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拜拜